謝謝主席 還有請院長 院長請 院長你好 王委員好 前面有一些委員 在質疑中研院每年拿了很多預算 研究的表現比不上大學 或者是沒有特別突出 作為中研院曾經的一份子 其實我聽的是蠻難過的 因為我認識到中研院的研究同仁 都是在非常大的研究壓力下面 大部分的人都是兢兢業業的 在做自己的研究 那當然我覺得社會上面 所提出來這樣子的批評 我也覺得中研院每一個同仁 或許應該都比較謙卑一點 不管心裡面聽了 我相信一定會有一點難過 但是作為自我鞭策 自我激勵的動力 其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有一件事情我要特別拜託 院長的事情 是說我國現在正要開始 進行大規模的司法改革 我自己以前在中研院的時候 司法改革是我的研究領域 那個時候我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幫助國家的司法改革 能夠提供堅實的學術基礎 還有研究的基礎 那針對這個地方 中研院法律所我以前在的時候 做司法改革大概都是用 實證研究的方式去做的 因為我們1999年所做的改革 後來到底有什麼樣的成效 花了那麼多的錢 到底具體的效果是什麼 你總是要有一個證據評估的基礎上面 那再來去思考問題是所在 才有可能指明改革未來可能的路徑 那院長我此時只要求一個很簡單的承諾 就是說接下來在司法改革的道路上 如果司法院這邊提出請求 要跟中研院的法律所進一步的合作 請中研院的法律所作為他們在很多改革方案評估的後盾 中研院可不可以承擔起這個責任 我想這個在法律所能力範圍裡面 我們會盡量配合 我想法律所的副所長可能可以進一步的闡述 首先這個表達這個黃委員的離開是我們很大的損失 我們的整個研究實力頓失 那麼其次黃委員的這個請求我們會全力的配合 謝謝 OK 沒有啦 所長我其實可以很老實跟你講 以司法制度的實證研究來講的話 如果中研院法律所說他沒有能力 我不是說其他大學做不好啦 但是我很有信心中研院法律所在這個領域裡面 一定是全國No.1 所以中研院法律所千萬不要說沒有這個能力做 因為接下來司法改革很重要 這是全民的期待 中研院應該要扮演他的角色 我只要這個簡單的承諾 謝謝 可以嗎 那個李副所長您請回 謝謝 來 我上一次齁 這是我們上一次質詢的內容 我帶院長回顧一下齁 你們的前自轉處的處長跟我承諾 跟我承認齁說 你們從當初跟瑞亞的記轉 沒有透過公告的方式 就直接轉給號頂了 然後你們在4月23號從瑞亞接到信 4月11號就簽了厲害接肉表 我那時候問他說你們是不是之前大家台面下都喬好了 結果他那個時候跟我講說是一定是 就是是大家都喬好了 其實我那天在這邊開會的時候 我蠻驚訝的啦 驚訝他這麼 我是不知道這麼誠實 還是這麼沒有掩飾的 就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那那天你也跟我承諾說 你會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把這件事情調查清楚 是不是可以請院長 跟大家報告一下現在的進度 好我們請這台記轉處 來請處長來說明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我們那個制裁計團處 現在已經成立調查委員 是 那個我想MOU那個 院長那個 謝謝師傅 關於這件事情 我們確實在跟潤亞簽訂MOU之前 我們已經公告過一次 然後潤亞拒絕MOU之後 我們本應再公告一次 在這方面我們也確實有點疏忽 我們將來會在這方面會有改進 OK好 院長您承認那個時候有該做的事情沒有做 未來願意改進 這個是必然的 我也很肯定 但是我現在要進一步講 你們接下來調查小組 不是只有要改進或不改進的問題 因為上面這個辦法 我想寫得很清楚 基本上都是要再公告 讓不特定的第三人大家再來有機會 都能夠接受這個計算 我現在問的是 你們的調查小組 在所有跟這個案子裡面 有關的公文裡面 有沒有看到 承辦人員事實上有收到電子郵件 表示對這個案子 在法律上不能夠這樣做提出過意義 調查小組的人 有沒有看到這份文件 這一點我不清楚 你們是不是 還是調查小組還沒成立 還是還沒調查到這裡 報告委員 調查小組 我們沒有看到這一份 好你們回去問承辦人員 不要只有公文喔 因為你們前處長的做法是 有不同意見的 不准寫在公文上 因為他看到會很生氣 另外有一個表 另外有一個表 結果你們明明有收到 這個電子郵件 那你們調查小組再去調查 我相信這些公文沒有人 敢湮滅掉 而印出來 承辦人員把電子郵件印出來了以後 主管在上面批示給號碟 去查 有沒有那個電子郵件存在 如果有那個電子郵件存在的話 你們內部調查小組 責任該怎麼追究 就怎麼追究 院長這可不可以承諾我 我現在都是在提供資訊 因為我說過一句話 任何事情我如果不要開始追 那就算了 但是我一旦開始追 我一定會把這件事情搞得水落石出 你們之前辦有不妥未來改進 這個我可以接受 但是前面這一回事 一定要把它查清楚 這件事情如果這樣子的文化 內部行政人員作業這樣子的文化 如果沒有改進的話 院長我在提醒 就像我第一次跟您碰面的時候一樣 有的時候你背了什麼黑鍋 你都不知道 承諾調查小組把這件事情 有一點徹查清楚好不好 好 謝謝 OK